美国表示将会关闭十多个驻欧洲基地 美国国防部预计在完成这项计划之后 每年将会折省5亿美元 同时并不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反应能力 星期四宣布关闭的欧洲基地计划 包括停止在伦敦东北方向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的活动 自冷战结束以来 这是最大的关闭基地行动之一 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 驻扎着坦克、侦察机、特种行动飞机 以及3200名美军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 此外美国还将会结束在德国、比利时 以及荷兰的其他14个基地的活动